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在抚养孩子过程中强烈的牺牲感 倾尽一切技娃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不普通吗 在节目《灿烂的前行》中 演员乔欣就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 父母对待孩子的爱是这么的势力的吗 难道一个成功优秀的孩子才值得被爱 普通平庸就不应该是父母的孩子吗 父母对孩子应该是无条件的爱 而不是把自己的寄托强交到孩子身上 父母爱子为之寄深远没错 但不是用吸睁感来绑架孩子要求回报 北师大教育学部讲师程蒙从2014年读博开始 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累积收集了130多万字的 《农家子弟自传》和《访谈转录》 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很清楚家人的付出和牺牲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读书的料 像一个苦行僧那样自制和专一 学习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个人事物 而是一种道德事物 家人的牺牲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愧疚感 程蒙在演讲中讲述了一个农村孩子的故事 一位重点大学女博士 每年开学的时候就是她最担心的时候 父亲原本是燕民 为了省钱供孩子上学 她把烟都戒了 父母做出的巨大牺牲 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内疚 这让他们觉得家人付出的巨大牺牲 都是被迫做出的 好像出生在这个家庭就是自己的原罪 曾看过一份关于全球教育支出的调查报告 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花费上 中国香港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2万美金 高居榜首 新加坡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 分别以7万 5.6万 4.3万美金 位列第3 第5和第6 在教育问题上 中国父母又一次碾压了世界 可即便如此 仍有超过七成的中国父母 担心自己还没有为子女做到最好 报告还显示 超出80%的家长 已经做好为基瓦的成功做出牺牲的准备 超出三分之一的中国家长 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人时间 好像要培养一个不普通的孩子 家长就必须牺牲和无条件付出 可父母的付出和牺牲 不一定就能换来孩子光明的前途 和翘首期盼已久的好日子 相反还会造成很多亲自关系间的困局 吴志宏老师曾说 任何一个超过孩子承受范围的复杂挑战 都有可能给他造成不小的内心打击 很多父母试图无条件付出 又觉得孩子亏欠了自己 于是总在自认为教育的最好时机 告诉孩子父母不容易 可是父母并不知道这些脱口而出的话 将会对孩子产生恒久的影响 教育短片《莫莉的最后一天》中 主人公莫莉的妈妈在结婚后 辞掉了高校教授的工作 全职在家照顾孩子 还不断地借此绑架莫莉 莫莉表现优秀时 她没有肯定 反而对孩子说 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 当莫莉喜欢的专业与她有所冲突时 她对孩子说 为了你 我放弃大好前途 你却不争气 如果不是为了你 你以为我愿意吗 她用自己的牺牲感去绑架孩子 试图将孩子控制起来 而莫莉也在她的捆绑和压迫中 逐渐失去了自我 剩下一具破碎的空壳 莫莉说 她对家人的感情很复杂 她恨 但又清楚地明白 自己不应该恨 长期的情绪拉扯中 莫莉深陷抑郁 最终毫不眷恋地爬上天台 纵身而下 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从不怀疑父母对子女无条件的爱 但牺牲不是爱 是一种盲目 父母一直认为自己深爱着孩子 可在莫莉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刻 她的念头却是 反正也没有人爱我 可悲得没有人爱的林茉莉 再见 孩子等着父母的一句道歉 可父母却在等孩子说谢谢 生育孩子其实是父母的选择 养育孩子是父母的义务 一个整天在孩子面前标榜自我牺牲的父母 难以换来孩子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 父母的爱有多沉重 孩子就被压得有多痛 教育学家马卡连科曾说 一切都为了孩子 为了他牺牲一切 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 让他背负这一切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了 深以为然 父母不把自己背负在孩子身上 孩子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作家林柳南 原本拥有品学兼优的一儿一女 但突然有一天 孩子们都对他说不想上学了 两个孩子相继退学后 他很痛苦 他对孩子们吼道 我做错了什么 我是怎么拉扯你们长大的 想去的地方没去 想吃的东西也没吃 想穿的衣服没穿 想买的东西也忍住不买 这一点 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啊 而长期遭受妈妈情感 勒索的孩子们 也终于爆发了 谁叫你这么过的 不是你自己喜欢才做的吗 妈妈要去玩时 我什么时候抓着你不放了 要买东西时 我抢走你的信用卡 不让你买吗 付出感和牺牲感 除了让亲子双方心里 倍感沉重之外 其实毫无意义 生孩子疼不是孩子的错 赚钱辛苦也不是孩子的错 孩子真的不需要为这些 而满怀愧疚感 父母希望孩子听话懂事 这本身是美好而温暖的词 它代表着养育过程中 孩子对我们的情感和情绪的 用心回馈 心理学家表示 压力和内疚感 不可能变成儿童内在的需求 听话或懂事 不过是一种假象 背后是孩子心理功能的失调 因此 这些经历不但不能转化为经验 还会根本性地损坏 孩子的心理健康 真正的懂事和听话 应该是孩子发自内心的共情和体谅 用牺牲感和付出感捆绑来的被迫的懂事 是孩子为了得到爱和关注的委屈求全 父母一旦开始用牺牲感和付出感来捆绑孩子 父母也会感受不到养育孩子的快乐 二 放弃绝对公平 很多时候 在我们付出的时候 我们在追求一种绝对的公平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了什么 你也要回报我们什么 我抹足了劲儿鸡娃 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人 甚至 你还需要成为一个卓越拔娇的人来回报我 如果孩子没有回报父母 或者回报没有达到父母期望的高度 那么 孩子就被定在了 无形的耻辱柱上 扣上了一顶不孝顺的帽子 当父母自居在付出者的角色上 跟孩子相处时 亲子双方就会不知不觉 变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 这样的对立状态中 父母能感受到的只有委屈 而孩子感受到的 则是无以为报的压力 放弃追求绝对公平 亲子关系才能步入正常的轨道 三 课题分离 曾看到过一个短视频 一名初三的男孩叫李楚豪 父母从小离婚 他跟着妈妈生活 妈妈带着他搬离农村老家 来到城市生活 学费 生活费 住宿费 每一笔庞大的开支 都压得妈妈喘不上气 为了让孩子在城市生活下去 为了多赚一点钱 他在足疗店做过按摩师 在酒店当过服务员 实在入不敷出的时候 他还会放下脸面四处借钱 讲到这些 孩子流下了眼泪 他对妈妈说 求求你了 多补补身子 多买几件好点的衣服 我自己能管理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我不会羡慕那些有钱的孩子 因为我知道 我有一个特别爱我的妈妈 而妈妈却回答 这十年里 在外人看来 都认为妈妈过得很辛苦 但其实妈妈过得一点都不辛苦 因为妈妈有你 请你永远记住一句话 你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你不属于我 你属于你自己 你属于蓝天 好吗 就如李楚豪的妈妈 抚养孩子很辛苦 其实是自己的课题 如何回报父母的付出 成为一个优秀与否的人 是孩子自己的课题 每个人都应该分别 就自己的课题工作 一个好的家庭系统 一定是家庭成员在共同成长 这就意味着 每一位家庭成员 都要学会认领和完成自己的功课 同时 做好不去干涉和妨碍他人的功课 过度牺牲的父母 不但做不好自己的功课 相反 还会影响到他人的工作 如果把很多存在感刷在孩子身上 对孩子有诸多期待和要求 那么 这个孩子的快乐和价值 就会被扼杀 正如苏珊·福沃德 在《情感勒索》一书中提到的 被家长情感勒索的孩子 会陷入突如其来 有苦难言的窘境 成熟的父母 应该是懂得为自我负责 而不是让孩子承担 或者引起孩子的罪恶感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期待明天和你继续相约 十点读书 晚安